他幫我安排了乳房攝影 然後幫我安排了切片 做出征切片檢查 然後隔一個禮拜 我就知道我確診了 我的人生即將要走上一個旅程 是可能有點辛苦的 因為我現在是乳癌第二到三期 然後因為我有轉移到08 所以我需要積極地做全身性的治療 在去年2021的時候11月 我照鏡子的時候發現了 自己的左邊右邊的胸部 有一點不太一樣的變化 然後趕快就叫我老公來幫忙看一下 他也覺得好像真的左右邊有一點不一樣大 因為像不餵過母乳的媽媽 基本上都會有一點鬆鬆的 不會那麼的豐滿跟圓弧的狀態 但是呢我發現我的右邊下圓的地方 突然變圓弧了起來 自己就覺得怎麼會我胸部又開始再發育了呢 但為什麼不是兩邊一起發育呢 其實女生的警覺性還蠻高的 就是我們會特別的在意自己的身材 因為我每天洗澡的時候都會自我檢測 就是會看啊就是稍微的檢查一下 然後我就發現好像有一個 一顆東西的感覺 這時候我就有點緊張 然後就跟我老王講嘛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欸有益狀要趕快去檢查 我就還是繼續我的就是正常的工作啊 錄影什麼的 有一次我就是上了《遺食好辣》 在《遺食好辣》的時候 也非常感謝遇到一個陳蓉潔醫師 我就跟他請教了我這個情況 包含我2020的時候的11月我也做了檢檢 有一些檢檢的資料我也讓他稍微看一下 他就告訴我說 欸這裡面的寫法有一點需要緊張 他就鼓勵我說你應該立刻去檢查 然後就在下一周的禮拜五 我先生就幫我掛進了台大的甲醫科 然後讓我去做檢查 結果一照唱音波的時候 就發現不對勁 因為他說 你知道如果掛這個醫師的話 他沒有動刀 我就心裡想說 蛤為什麼要動刀 然後他就說 因為你這個啊可能需要掛乳房外殼 然後去做進一步的檢查 要穿刺 要切片 我聽到切片 我當下在檢查台上我就開始 就是默默就流淚 他就建議我去加號 掛乳房外殼 因為我乳房外殼的枕都非常非常的滿 好於是呢我就掛進去 他幫我安排了乳房攝影 然後幫我安排了切片 做出征切片檢查 然後隔一個禮拜 我就知道我確診了 其實我後來回想 大概就是 我還沒有發現我的左右邊的胸部 有些微差距的時候 其實有一陣子 我發現我很容易一直發燒 然後那個發燒可能就是發燒一天 然後我可能自己吃成藥 然後讓他下去以後 隔兩天又發燒 當時候我沒有察覺有什麼特別的異狀 我現在回想起來 覺得那個時候的不正常發燒 但身體也沒有其他不舒服 例如說喉嚨痛啊或感冒的話 其實他就是有一點點的景緒 然後還有就是我身上的傷口不容易好 例如說我現在身上有一個小傷口 一般的傷口可能就是 一個禮拜之後可能會慢慢癒合 可是呢我這種這麼小的傷口 我可以拖到快一個月 他沒有好 我就會覺得說 欸這就是我抵抗力太弱啊 免疫系統沒有很好啊 可能因為我太累就是沒睡好 我都會自己找一些藉口 然後還有右邊的乳頭 會覺得有一點點癢 例如說我可能就抓一抓抓一抓 沒事了 然後可能 欸後來會覺得不對 為什麼開始有點癢 又開始抓一抓抓 但是左邊都沒有任何的事情 然後再加上我的胸部的皮膚上面 會長一些痘痘 那個痘痘也是很不容易好的 我覺得這幾個徵兆可能可以給大家 就是做一個參考 這些都是不太正常的情況 我自己是 罹患乳癌的第一風險群 有哪些是高危險群 就是跟外國人比起來 亞洲的女性啊通常都是 40到55歲 是比較高風險群 可是我才35歲 我確診發現的時候 我才35歲 然後 還有 如果你有在吃病與癢 我也沒有吃 或者是一些 服一些荷爾蒙的補充劑 自己都生了三胎嘛 所以基本上我也有 胃無奈 最少都有五個月 所以我就覺得 我應該是低風險群 很低很低的風險群啊 我也有去驗過 然後安吉利利亞球利 驗的那個 BRCA1跟2的基因 就是這個基因啊 如果有變異的話 得到乳癌跟卵巢癌的幾率 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也驗過了 欸我也都正常 所以基本上 我自己覺得 我是完全低風險群的 但是因為我們家 我姑姑有得過 因為家族有這樣的基因的話 可能就要對這個方面更敏感 然後更早的去做一些檢查 當我身邊的朋友家人 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 給我很大的支持跟鼓勵 那個鼓勵是讓我很安心的 之後要化療 或者是有一些治療的時候 就會需要家人在旁邊 幫忙照顧小孩啊 我們的一些飲食啊什麼的 也很需要 家人的支持跟鼓勵 尤其是在做化療的時候 三個禮拜會要打一次 第一週都會非常非常的疲憊 跟虛累 心情我覺得 要維持正面 真的會有一點辛苦 可是我的想法是 我今天真的生病了 我就去治療去面對去處理它 那雖然這條路真的有一點辛苦 跟崎嶇 我也相信我自己可以面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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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